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听师父的开示 用佛的观念来取代自己凡夫的俗念 那么今天师父我们要想请您继续为我们开示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去除妄念 用正念来取代妄念的话 我们第一步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最先应该去除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妄念 上一次我已经讲过 不是正念就是妄念 但是妄念之中有重有轻 我们这个清妄念 对我们只能够障我们的智慧 而不是增长我们的烦恼 重妄念就增长烦恼 不但是增长这个 把我们的智慧障碍了 而且增长我们的烦恼 初中的妄念我们叫做根本烦恼 烦恼有根本烦恼 有谁烦恼 社会根本烦恼呢 就是一共有六种 贪 称 吃 慢 疑 携贱 一共有六种 贪 称 吃 慢 疑 携贱 也就是不正贱 就是第六种 所谓随烦恼 就是跟随的随 跟随着这些烦恼而产生的烦恼 还有大随烦恼 还有小随烦恼 烦恼有大的有小的 随着根本烦恼而产生的 还有大的还有小的 这些都是讲我们的烦恼性 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维舍 叫做维舍学 所以这个我不想谈 师傅要不要为我们介绍 什么是大随烦恼 什么是小随烦恼 对 一个烦恼有烦恼群 这一群的烦恼里头 是哪一个是头 这个头的后边就跟着一群 跟着一群 那就是谁烦恼的 那所以是这一群一群的 我们就是六个 一共讲的六个 那其中呢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跟贪 跟贪 称相关的里面 又产生了 说怀疑啊 愤怒啊 这个忌妒啊 这些心出现了 还有呢 没有惭愧 有惭愧啊 这是很好的 没有啊 惭愧啊 这种心都会产生 产生之后 都会让我们自己带来困扰 带来烦恼 而且为他人呢 带来麻烦 带来困扰 这个就是自害害人的东西 叫做烦恼 那我们呢 如何地去除它 对 这是非常重要 我先讲贪 贪呢 最近贪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认为样样东西都要 什么东西都要 我们叫做五肉 贪呢 主要是贪的是五肉 这五肉又分成两种 又分成两类 一类呢 一般的人所说的 财色 民实 穗 财就是钱 食 财色 穗就是女色 男色 鸣 就是鸣 就是鸣望 这个好鸣 鸣望 这个食 就是吃的东西 睡 就是睡眠 一般的人讲 就是五肉 叫财食 鸣食 睡 贪 贪这个五种 其实呢 更广泛的来讲 这贪呢 是为了我们身体而贪 人呢 多多少少 多需要 药 就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不能没有吃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没有睡眠 我们不能够啊 没有穿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没有房子住 我们都需要身体的 这个保护身体的生存 还有呢 维持身体 生命的生存 需要基本的生活的必需品 那么如果是生活的必需品 你需求 那不说是谈 那就是需要 但是呢 除了你的必需以外 为了好面子 为了呢 准备 今天有 明天还有 明天有 后天还有 比如说有的人呢 有了一个太太 还就得要第二个太太 那这就是谈 通常人士 有了一栋房子 还要有另外一栋房子 另外一栋房子 对 有了一辆车子 希望更好的车子 那不一定是它需要 而是呢 它是想要 我讲 我想要的叫做贪 需要的不算是贪 那么这个贪 这个是 是跟我们身体啊 这个需求以外 还是跟身体有关 那多余的需要 那个叫做贪 比如说我们贪呢 眼音也叫弹色 耳朵贪深 眼睛喜欢看美色 耳朵喜欢听美音 那这个舌头呢 希望尝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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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鼻子呢 希望听香的 闻 闻 闻好听 好闻的味道 身体希望寄出到 舒服的感觉 这都是叫做 我们叫做 深香味粗 那这个叫做五油 这个五油啊 就是我们身体的需求 以外 更希望得到更多更多更多 而且呢 贪得无厌 那就成了烦恼 很多的人呢 其实生活是非常单纯的 非常简单的 很容易满足啊 特别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人 很容易满足 但是 总觉得自己呀 很不够 人家有这个两栋房子 我只有一栋 觉得还不够 人家 有房子 我们有房子 我租房子住 其实租房子住 还是可以住 但觉得不够 然后呢 一样东西啊 总觉得希望有备份的 这个备份的一样东西 还不够 希望有两样 三样四样 这个就叫做贪 而贪得无厌 而且呢 又有环导环导 就是这种 烦恼性就出现了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所谓情贼先情王 既然贪是根本烦恼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那么下次呢 我们要继续讨论 如何解贪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解贪 请不吝点赞 订阅